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彰化线是台湾第一个甚至可能是世界第一个深入每个社区针对肝癌高风险群进行腹部超音波肝癌筛检 在追踪两年后发现与一般未接受筛检者比较肝癌死亡率可降低48% 而研究也显示每投入1元的肝癌筛检可减少15元的医疗付出 秀传举办的这个彰化线妨害协会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么主要是针对几个重要的癌症 比如说肝癌 乳癌 还有这几个重要的癌症 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盛大的宣导 那么健康 特别是在癌症这一块能够越来越少 那么国民的健康越来越好 我相信大家参加 国民的健康越来越少 像我一般都因为那个重甲是癌症在电 我们做医生人实在不敢 其实癌症可以预防 大家要跟医生合作 你没有病症 轻疼病院不快 病院的医生这不是看病人 是在顾你健康 让你不要看病 癌症是我们的死亡第一位 这个要预防不是只有靠我们意见 我们大家一起来 好不好 谢谢各位 透过癌症筛检服务 可尽早发现早期治疗 同时增加存活率 降低死亡率 平时应建立预防保健观念 并遵守常运动 多吃蔬菜 保持好心情 定期身体健碱的防癌守折 以行动关照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公益频道许维珍 陆港采访报导